现在升线呢 挺以色列 就拜登现在被说 你可能很难连任哦 然后挺乌克兰 挺到现在呢 乌克兰被说我成为弃子了 所以这个时候 菲律宾要跳出来 跟中国大陆硬钢 你这个有底气吗 我们现在聚焦说 南海的局势呢 最近美国难道要来怎么样 要来 要来 觊觎太平岛吗 我们怎么说呢 来看到最近 包括的是什么呢 美国的杜威号驱逐舰 说啊 到了太平岛这个地方 12海里的附近 解放军也派出什么 军舰 渔船把你拦截了 然后太平岛周遭 大概有6000米的 限制水域 然后呢 岛上其实有非常警戒 重点是 中国大陆也派出军舰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做法 然后呢 其实这个地方很重要啊 因为太平岛在 南沙群岛的西北部 距离呢 中国大陆掌控的西沙 400海里 距离菲律宾这边 苏比克湾440海里 新加坡呢 540海里 距台湾的高雄 860海里 赖小薰你怎么看 太平岛 太平岛过去是整个 南海地区最重要的 一个战略岛屿 因为它是天然星辰 它有两口井 北部跟南部 有一口井是不能吃的 它的井水 但是可以做洗涤用 另外一口井是可以食用的 然后它是自然的落落面 所以它是一个岛屿 是自然的岛屿 联合国的伪国际法庭 我们强调它是不存在的 这个伪国际法庭的一个日本法官 他是收了钱 收了菲律宾人的钱 菲律宾在阿基诺三世的时候 拿了三千万美元 去给这些所谓的伪国际法官 他们本身呢 就利用下半的时间 就收了这个钱 然后装模作样的来办案 那它的办公室怎么办呢 那就跟联合国的向阳法庭 去租办公室 我想讲都是负责任的 办公室是用租的 法官是用钱买的 每个人都收钱 收了口袋薄薄的 退休以后都不用担心 吃喝拉扎税了 这样的一些寡连闲耻的 这些法官 拿了钱 拿了钱了以后 就开了一个假的法庭 然后就说太平岛不是岛 我们台湾那时候 马英九的时候 强烈的抗议 对啊 说你是睁眼瞎子 太平岛不是岛啊 什么时候太平岛被海水淹没过 这个就是 这个日本人跟荷兰的一些 还有波兰的 应该有波兰我忘记了 这些无耻的法官 搞出来的无耻的把戏 然后无耻的欧美的媒体 就用这个无耻的判决 来去做文章 一连串的无耻 好 一连串的无耻不打紧 那 杜特地上来了以后 就觉得这个事情 各自 不要再谈了 不要再谈了 大家也就相安无事 那中非的关系正常化了 是啊 在这五年间 菲律宾在南海 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在仁爱礁 他的坐摊 他们人道主义的补助可以的 补鱼也都没有问题 大家都相安无事 太平岛 也 马英九也去了 美国要 马英九 不要承认十二段线 那个十一段线 马英九不甩美国 在他的办公室的一楼 展出十一段线的国际文献 回顾展 告诉全世界 十一段线是在你美国协助下完成的 所以你美国承认 欧美的国家都承认 所以它是我们的历史的将域 是我们的海域 目前台湾的驻军 唯一有的就是在太平岛 对 可是蔡英文他们树点望主 他们对于太平岛 不好好的去珍惜它 爱护它 对我们南海的岛礁的主权 不好好的去维护 你想现在外来的船舰 靠近我们十二海里还不驱赶 结果竟然是解放军来出手 那你台军 民进党的这些 养的这些军队 不去驱赶 已经进入毗邻区 24海里了 靠近领海了 你也不去驱赶 这些外来的军队 结果你什么都没做 当然解放军 驱赶美国的军舰 那因此渔船 大陆的渔船 说这是我们的固有将域 你开玩笑让你来清门踏赴 是啊 所以大陆的渔船 还有解放军的军舰 就开始给你赶了嘛 那美国弄到最后也不欢而散 那什么都没捞到就走了嘛 这就是美国 然后这就是民进党 这就是台湾目前可悲的处境 也就是树点望族出卖我们的领土 领海领空到这个程度 这就是民进党政府干的 好那菲律宾 您提到的菲律宾跑去见这个印太司令 对他决定说15号到17号 竟然APEC会议之后 要去看印太司令 那这真的很有挑衅意味 最近还有包括什么呢 美非日韩也要在巴丹岛附近进行演习 那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 菲律宾10月30号39号护卫舰到黄云岛附近海域 中国道路也不忍了嘛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把你驱逐 我们刚刚在前段的时候讲的 也就是在10月30号的时候 王毅回到中国 到美国三天的谈判 其实看起来谈得也有点紧张 那回来了以后 美国就开始要下马位了 航母两个航母战略群就来了 来了以后菲律宾就以为有事无恐 军舰就过来了 到了黄云岛 那当然就被中国大陆驱赶走了 我们要问的是 你菲律宾的小马可市 你这样在南海一闹再闹三闹 你得到什么 你非但什么都没得到 你失去的反而更多 这是我们看的 好 那菲律宾闹 他想说有美国当靠山 结果美国没有给他当靠山 现在在这个 APIC会议完之后 要去问印太司令 你当初给我的承诺 你到底怎么回事 来兴师问罪就对了 那不然的话他去那边干什么 你当初给我承诺 所以我才敢去闹 结果我被赶了以后 你的飞机也没来 你的船也没来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 该干架就干架了嘛 好 结果呢 那菲律宾的摸摸鼻子被赶走了 脸丢光了 那中非的关系更加的恶化了 那菲律宾什么都没得到 损失更大 好 日本来参与咖了 安提文雄来参与咖了 安提文雄就在这段时间 就跑到日本去了 也就是在APIC召开前 就跑到日本去 安提文雄现在民调已经跌到 历史上的最低点 也就是说日本的首相 在位的期间里面 没有人比他的民调更低了 破三成了 现在只是28 对啊 破三成 还在往下走 而且日本的民众 对他厌恶极了 讨厌极了 然后他的声望跌得一塌糊涂 这个人 一方面想跟中国大陆说 哎呦 我们应该见个面啊 要修补关系 二方面继续在搞 这叫做什么 典型的日本人 就是对着你笑着脸 后面里面拿刀子一直瞅你 就是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样子 这个模样 好 日本人就跑到了菲律宾去了 跑到菲律宾去 说我再给你五艘巡逻旗 我再帮你训练你的韩军 你去冲吧 你去冲 你去戳中国大陆 你去跟他闹 我给你钱 我给你船 然后呢 我们你的军港 让我的军舰可以停靠 我日本人给你靠 你试看看啊 日本人 你来试看看 中国大陆在钓鱼岛 现在已经派到第三艘的海警船 而且就驻守在那个地方 你日本什么都不敢干 你敢为菲律宾在南海之间 跟中国大陆较量 得了吧你日本人 对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在南海这个地方 会给你一些底气 但这个底气 是虚的还是实的呢 美国常常航母就走了嘛 所以菲律宾跟日本 也要好好思考一下 另外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的底气 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山东舰 还有动物物 还有呢 它的英纪21阶导弹的 这些能力之外 其实它水下的能力 现在也越来越强了 比如说核潜艇的这一块 美国媒体说 中国大陆核潜艇 全面要换装巨浪三的飞弹 这个射程可以覆盖美国全境 巨浪三一万两千公里 可以打到美国全境 然后五角大楼也发布了 中国的军力报告 说中国大陆造船厂 发现了改造的潜艇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说它是一款 核动力的巡翼飞弹潜艇 然后现在只有美俄两国有部署 意思就是 中国大陆也赶上来了 那这是在中国大陆 东北的葫芦岛的造船厂 曾经被披露呢 在造一艘潜艇 然后外界认为 这就是093B型的核动力潜艇 然后呢 那美国也说 中国大陆明年解放军 水下舰艇 可能会有三艘的核动力潜艇 会服役 2025年数量来到65艘 巨浪三 为什么要把巨浪二 要换成巨浪三 因为巨浪三 它是作弹能力更强 一万两千公里 对 而且是超高音速 那而且它还是分弹头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大陆的核武能力 已经提升到新的台阶 换言之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核动力潜艇 只要在南海 在东海 只要在这些海域 不用跑到美国的家门口 在中国治理的家门口 它本身都可以 对于美国本土的任何一个战略型的城市 任何一个战略型的基地 构成核打击 战略型的基地 用战术核弹就可以了 战略型的城市像纽约 像纽约 华盛顿 旧金山 或者是芝加哥 这种战略型的城市 那就用核导弹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核弹头 不是战术核弹头 是战略核弹头 那中国大陆的核动力潜艇 由于它的动力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它只要对于在建商工作的人 它本身的基本的维持生活 所需要的物资进行供应 所以它可以在神秘秘密的隐秘的地方 浮上来补给完了以后 又可以下水 那下水它也可以进入北冰洋 例如说现在俄罗斯 一直邀请中国大陆去经略北冰洋 那在北冰洋里面有很多 俄罗斯本身的一些军港 在军事基地在那边 未来也可以跟中国大陆有合作 例如说像在日本海的海上外 就是日本海的北边的海上外 中国大陆在日本海的核动力潜艇 也可以活动 这样的情形 对于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具备有完全的打击能力 这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 这些把巨量2改为巨量3 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保 完全的建构起一个 三位一体的核打击 可是您刚刚又提到一个巨异导弹 对 浅射型的巨异导弹 观众朋友巨异导弹 跟弹道导弹不一样 弹道导弹基本上是抛物线原理 也就是说它打出去以后 它在动力完成之后 它用抛物线的方式在进行飞行 例如说我们一般来讲 战略型的导弹 它就是属于这种弹道导弹 打出去以后进入太空 它的发动机就关掉了 然后它用抛物线的原理在飞行 那在飞行要开始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那它开始发动机又启动 启动的时候它开始进入攻击的一个角度 那它可以用水坡状的方法 改变几次它的飞行姿态 那就不容易被挤落 然后最后进入俯冲的一个阶段 所以它是这样子打下来的 那巡异导弹它可以打上去以后 进入水平式的飞行 进入水平式的飞行 它可以贴的海平面10米左右的方向来飞行 所以它是在 它就不容易来很久 它侦测不到 但它飞行速度会比它慢一点 然后等到它找到它的标的点的时候 它也可以平攻 那它也可以升上去以后 那么由上面往下仰攻 所以它的攻击的姿态 可以比它多变化 这个就是为什么巡异导弹 它具备有这种强大的威择力 那也就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发展出浅射的巡异导弹 它目的也就在这里 它对于水面舰队 或是对于反潜 或是对于这个岸边的 或者是陆基的军事基地 它就可以用潜水艇浅舰 来进行攻击了 对所以它的武力非常强大 包括刚刚老师特别讲到巡异飞弹潜艇 然后它还可以发射什么 核动力的传统型 现在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比如说中国大陆093C型的 AIP潜艇 AIP就是说崛气推进 意思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这个潜艇达到世界常规的潜艇 最棒的水准 静音效果很好 而且可以看到它还可以怎么样 据说可以有猎杀维吉尼亚籍的 核潜艇的能力 这也就是美国他们的海军的军事学院 他们很担心的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中国大陆的 因为他们很关心中国大陆潜艇的发展 然后他们发现中国大陆的潜艇的 进步的速度十分惊人 最主要就是它安静了 我们刚刚讲的是它的武器的载具 那武器的载具以前 中国大陆在发射的时候要浮上去 可是后来中国大陆 已经具备有潜射的能力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用一个塑胶膜包住 然后从水面下打开了以后 您也知道前接一打开水就会进来 它是先弹射出来 弹射出来以后 离开水面的时候 这个膜就抛落 然后发动机启动 开始飞行 这是一种这个浅射的一个作战功能 那另外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它本身的巡异导弹的打出去以后 它可以进入水平式的飞行 那当然它还有鱼雷 可是它最重要就是如何不被发现 这就是静音的安静 那安静目前已经突破了 所以盾位更大 那个容积量更大 载弹量更大 然后载弹的数值也更高 更重要就是它越来越安静 就越来越不容易被发现 浅舰一旦越来越不容易被发现 它的威则力就会越来越强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中国大陆不只是 核子动力的潜艇 很安静 无轴蹦喷这个等等的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常规的潜艇 也说它很安静 这才是关键的意义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控 快点满 摩尾代码有颗 除了感觉 最后热的迷补 很容易 快点满